解说国战 喂我独尊 大家好我是一瓶 今天继续为一瓶一瓶来进行一次国战的解说 本身的解说是非常精彩 非常惊艳 晚上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 日思也想 夜不能寐 寐 寐什么寐 忘了 对不起 首先看主持节的选项 主持节只能选择一个菜文机 加剧配菜文机也是非常不错 有灰色小情侣 灰色情人节 也是隔矿相望 人身体相望 好好好 不够扯了 加剧和菜文机也是非常暴力的一个补合 菜文机可以防止一个 加剧是一个最怕的一个物理伤害 如果不断杀他 他是比较脆的 只能进行一个 一定进行一个打开的程度 一个防御技能牌的伤害 可以AOE的伤害 菜文机他怕一个物理伤害 菜文机正好也弥补他 一个杯哥 即可防止减少加剧的伤害 有一个断藏 即可对其他势力 企图对加剧造成伤害 是一个 一个强大威慑 这个猎女子 要是谁敢欺负丈夫 我都招不了他 虽然加剧不一定不是他的丈夫 其实我对他有情有义 两个人都是三血母 三血五血 主持就选择 二号 我可以很明确告诉大家 这场录像是一个非常暴力 非常血腥的一个状况 未满十八周岁的小孩子就不要看了 请注意 请注意 你们慢慢 已经是满十八周岁了 1号又非常暴力 2号又非常暴力 照着2号又 照着3号往下走 这实际上戏剧性啊 居然是个丧香 二号 二号也是有点特殊不及 居然是丧香 也非常兴奋 居然杀一个丧香 加剧看了一下 7号居然是个吴国 不及 吴国 看吴国能不能打施柱 应该是个国家 我说怎么有树无孔 人家这种什么 学生是有 学生是有私质的 有资格的 你数过这么小 还是 没那么资格 没那么强悍 太子4 太子4也是悲愤交价 杀了我兄弟啊 忘了忘了忘了 我岂能饶你 是不是啊 太子4也是 一个进行一个双杀 零波微步 剑尾的双杀 罗莫生辰 也是考虑到一个贵钱的卖血吧 吕朴 吕朴也是非常 吕朴也是非常 非常地发现病狂啊 在所不辞 不断的苦肉不断的苦肉啊 在 在压子的压子的压子的压子对方 就这样 乐不思蜀 黄的鸭子也表示哎 打我打我打我那个兄弟我也惹不了惹不了啊 看来吴国也是暴脾气啊 打我打我了 军琴把车上砸的血量也是非常低啊 好 国家就表示 很伤啊 一个巨熟 摸了几张牌 这么多好牌 只能 只能尘得上了 宅学观级 现在文 现在是文收他们啊 马上也是 马上也收了两个 两个势力 接着这一个乱舞,完全没有问题 打得非常不错,有一个亚曲有一个泛民机 就非常非常暴力 六号要不要说不明诀点没有想到跳 那是个鼠王吗?他会在期待 他会在期待1号是男武将 一个男蛮有点伤,他也是压力很大 要你三斤死,这就是谁敢留你到无尽 高普雅雪表示啊,我不管 见你揍你,反正你也是一斜了,不打你打谁啊 然后蔡文姬,我也不怕控场 马拉万人再两小弟 再两小弟对着蔡文姬,泰瑟斯一顿 穷追猛打也别是,打不死你,耗死你 打不死你我还有一个甲曲 你不是之公 这拍录像也是出乎意料的快节奏 他有9分39秒 特别是关于上香的死亡也是非常细语性 非常令人意想不到啊,非常压抑 国家1个9杀直接带走了甘宁 肯定既然没有一个有化的防御牌 手牌也是非常差异啊 三下路的活动起来 配合他的三五五国 也表示 也表示 也是 秒控权上无压力 但是五国两个也是不要脾气啊 看着他上香死了也是无限在战 一个印的是 招争产也是想无头苍蝇 见谁都砍,看谁说不砍谁 一同一回想第二回 结果 结果被载残了 甲曲也表示不客气 直接跳出来 你 你 你先走啊 你 你没完成了我替你完成 是不是 直接秒了全场 这场路上也是甲曲的一个大爆发吧 甲曲的一个 应该说的不好 说的好听也是 甲爆发说的不好听 其实是一个简陆啊 是不是 扫了全场 但是国展就是这样 并不是说正面正刚 正面正面硬钢 啊 进行过努力获得的胜利 就是就是 就是宝贵的 但是通过 如果通过那个 呃 呃 全场参喜 通过一个 别的一个机遇 获得一个胜利 呃 获得一个胜利 呃 获得一个胜利 呃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本视频呢 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的继续收看 拜拜